朋友们,鸡腿肉别再烧,炒,对了,看看我是怎么做的 不好吃,到我家里来骂我 鸡腿花洞,中间盖一刀,取掉骨头 这种食材腥味比较大,加入葱,姜,盐,胡椒肥,料酒 装拌均匀,腌制半个小时 腌好后,平铺案板,放上咸蛋黄 再把鸡腿肉卷起来,找一块干净的纱布 把食材包裹起来,尽量包紧实一点 再用绳子紧紧的炸起来,这一点很重要 锅中加水,放入葱,姜,干辣椒,花角,八角,桂皮,香叶,白芷 再加入料酒,糖,盐,味,调味 搂汤调好后,放入包好的鸡卷,用大火烧开 朋友们,明然不受安化,没有你们的红心,真的不行 就是在手机瓶上点两下,在此我感谢大家 烧开后,调小火,火越小越好,搂制半个小时 时间到,关火,浸泡半个小时,使其更入味 然后自然冷却 最佳的效果是在冰箱里面冷藏,肉质更加的紧实 这样拆开后,更有利于切片 切片时,刀慢一点,手轻一点,不然容易碎 最后,摆在盘中,带上自己喜欢吃的酱汁即可 你学会了吗?